武夷山 阿里山 山山相望 茶茶流香 海峡两岸民间斗茶赛是青年茶人的记忆比拼 也是切磋茶艺的交流盛宴 泡茶是有讲究的 主要分为七步 一是煮水 最好用纯净水和矿泉水 煮废至100摄氏度 然后稍微放凉至80到90摄氏度 最合适 二是洗杯 在这舒缓的音乐声中 两岸青年新茶人 随着武夷山民间茶师的首饰起伏 将茶具托于掌心 几片茶叶在水中舒展 旋转 徐徐下沉 再生再沉 牙影水光 焦香辉映 泉水煮茶 茶香不断 集聚汉服 音乐 书法 茶艺等传统元素 展示花语茶生 建展点茶 国风表演等非议项目 与取水流伤中展开的豆茶品鉴青春赛会 让两岸青年沐浴在中华文化之中 有一种情怀叫清香如茶 有一种思念叫情如茶香 用一片叶深化两岸情 于茶香中增强两岸青年的文化认同感 情感依归处 长阳武夷山水之间的茶园相近 体悟到茶山绿园的相应城去 激发台湾青年对中华文化根脉的高度认同 通过亲来品茶打卡系列活动 两岸青年用实际行动 细紧两岸情感连结 进一步驻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相聚品茶是缘分 以茶结缘是亲人 以茶文化为纽带 以茶科技为牵引 以茶产业为平台 两岸青年在持续交流中 厚执家国情怀 为两岸经贸文化高质量发展 不断注入新生代力量和新产业动能 以茶为梅 浅浅的海峡隔不断茶香飘逸 一片茶叶就是一半新香 茶香必然会把两岸同胞的心 紧紧连在一起